今天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如果有空的话 我也想经常给你们去录 这个有关美容护肤养生 这一块毕竟这是垂直 是我的泪目吧 今天因为我们的天气 大家也看到天气在变冷了 在转冷了 今天要给大家录一个什么样的视频 就是在前段时间因为我差点去感冒了 因为我是在外面一个人租房 所以不可以生病的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 就是那天晚上的话 我感觉我有点上火了 然后可能晚上被子也没盖好 天气一下子转冷 就很容易感冒 突发性的 好像准备要感冒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刚好你可能是一个人单身在外地 旅行的时候又身上又没有被很多的什么 吃的药或者是去这附近 也不太认识什么好的医院的医生 这个情况下 我要教大家一个紧急应急 突发性准备要感冒的一个症状 怎么缓解 怎么救急应急 怎么应急 把这个突发性的一个感冒 风寒的一个突然性的感冒 把它压下去 不管是风热或者风寒 因为感冒是有两种 都是因为劳累 或者是晚上没有去洗好 吃到什么不好的食物感染了 或许是晚上没有盖好被子什么的 受凉了很多原因 然后你感觉到你的喉咙不舒服了 头痛了 或者是头重了 也有点昏滑了 估计是隔天应该很快要感冒了 而且那天下午的话 我的头有点发热 还有点像要准备要抵烧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应急的办法 所谓应急的办法 就是我们要用按摩 在那一天 如果你感觉到不舒服 晚上的话 就要尽早的休息了 晚上我们马上就要穿好衣服 如果你是风寒 你马上就要穿好衣服了 如果是风热 马上就要多喝水 要吃点解毒的东西 对吧配合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晚上睡觉之前 要尽早睡觉 多喝水 在睡觉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找几个穴位 找准几个穴位 我们用我们的药油 我这里呢 自己也有一个药油 我自己比较喜欢 那个罗浮 罗浮三的白草药 其实不一定要用这个药油的 我们可以用 驱风油啊 或者百花油都行 把这个药油呢 点到我们的手上 有几个穴位呢 是很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几个穴位是非常重要的 我稍等一下 138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你是应急感冒的时候呢 你有点突发的 你自己感觉到已经有可能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气温是有点 一下子夜晚的时候很冷啊 我们没有注意 穿好衣服盖好被子 所以有可能会有突发性的 特别是有些人在外打工 或者在外旅游 周边又不知道哪里是很好的医院 这个时候呢 这天晚上 如果你应急的及时 处理的及时的话呢 或许你可以真的 可以把这个感冒呢 就压下去 他就不会感冒 第二天就可以好了 如果体质好的话 第二天就可以好了 一个就是我们的银箱穴 看到没有 我们拿点药油 百花油啊 什么驱风油啊 按摩一下我们的银箱穴 看到没有 在鼻子的银箱穴在哪个位置啊 看到了吧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太阳穴 太阳穴在哪个位置啊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位置 嗯 他是专门治疗我们的感冒头痛发热的 银箱穴呢 治疗我们的鼻 有慢性的鼻炎 流鼻涕啊 或者是感冒打哈气啊 那个鼻子不舒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风池 我们的风池穴 风池穴它也是治疗头痛头晕的 感冒之前肯定会有肩颈的不舒服 头痛头热 看到没有 风池穴就在这里 记住了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肺疏穴 这个肺疏穴呢 就在我们的背部 那个勒鼓的旁边 看到没有 勒鼓的旁边 其实呢这个穴位呢 我自己觉得可用可不用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个位置呢 我们不好 我们自己要按摩 要贴药膏的时候不方便 所以呢 我不建议这个 我觉得你的手够长 如果能够做就用 够不做那就可以不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河骨穴 看到没有河骨穴有很多作用的 我们的河骨穴 感冒啊 流鼻涕啊 牙痛啊 喉咙痛啊 耳鸣啊 都可以用到我们的河骨穴 我们用我们的曲风油 还有我们的什么万金油等等 直接就在这个网上 准备要发作的这个网上 紧急应急的时候 拿点曲风油什么的 早一点睡觉 喝一杯暖暖的开水 然后呢就呃按摩 用我们的大拇指按摩一下 这几个穴位 拇指按摩一下 这几个穴位 呃 看到没有 银箱穴 银箱穴是这里 太阳穴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峰穴 峰穴 峰穴是这个位置 背后背后这个位置记住了啊 背后两个凹进去的位置 然后一个就是河骨穴 河骨穴就是手指 然后就是肺疏穴 还有一个很好的穴位 它可以调节我们 不管你的感冒是 呃是属于风寒 还是风热都可以的 因为我这里没有图啊 我就用我自己 给大家讲一下啊 是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 这个是肺疏穴 这个旁边是肺疏穴 但是大椎穴 这里有一个大椎穴啊 在我们的脖子的背后 有一个大椎穴 这个大椎穴 它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啊 清热解毒 我们的手指可以勾到它的啊 在我们的脖子后面 有一个凸出来 凹出来的 往下一点点的 凹进去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大椎穴 如果不知道可以摆度一下啊 大椎穴有助于我们的 双向调节啊 如果你是上火的 它可以清热解毒 如果你是风寒感冒的 它又可以补 可以起到补气的一个作用啊 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它是双向调节 大椎穴记得吗 然后呢 用我们的驱风油和 总共有几个穴位啊 一二三四五 五个 还加上我刚才介绍的那个大椎穴 六个穴位 这六个穴位 用这六个穴位呢 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查完了我们的药油啊 用我们的驱风油或者是百发油 家里肯定会自备的 我们去旅游肯定也会 在大街上都有的买的 什么百发油啊 驱风油的 然后我们涂在我们两个手指 或者拇指上 用这些穴位按摩 搓 然后打圈圈的按摩 这些穴位啊 这六个穴位 记得吗 这六个穴位 按摩完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用我们去买一些 药膏 驱风的药膏 驱风寒 或者是 随便什么药膏都行啊 肩颈部的 我也有相关的一个效果非常好的 一个颈椎的药膏啊 而且是针对我们感冒 珊瑚吸道非常有用的 我这里只是大概举个例子啊 它就是一个药膏片 然后我们用一个剪刀 把它剪成像一个穴位 像一个穴位一样 一个小圈圈一样 大概一个穴位那么大小 戳完这些穴位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圈圈撕下来 然后贴到这个穴位上 贴到干材那六个穴位上 知道吧 六个穴位最好就全部贴到 然后呢 我们喝完我们的温开水 我们提前一点睡觉 不要熬夜了 已经不舒服了 有感冒的感觉 我们尽快早点睡觉 然后呢盖好被子 这种天气盖好被子 早一点那种脖子 比较长一点 能够遮脖子的高领的一些衣服 来穿这天晚上 然后就贴好这些药膏 再把已经按摩好的那个穴位 贴好这个相关的膏药 把它剪成一个圈圈 就像一个穴位那么大小 然后就贴在上面 然后我们盖好被子 就可以睡觉上床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感冒轻松 好了80% 反正我自己屡试 屡试每次都成功啊 那个成语怎么说了 叫屡试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那个就是 每次尝试都是可以的 就省去了 没有发作 就是感冒 他有一个刚开始要发作的前妻嘛 他一到感冒严重了 就要吃药了 看病了 流鼻涕了很严重了 所以我们在一发现不舒服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法 这个应急的方法 药油穴位 药膏贴 赶紧就这个晚上早早睡觉 盖好被子 然后呢把这六个穴位 我们按摩好了 然后再贴上去 睡一个好觉 不要熬夜 80%身体里看你好的宝宝 肯定都会都能过去 都不会 而且这天晚上 如果能知道醒的话 就多喝水 喝点温开水 适当的补充温开水 不要让他发热 不要让他真的有的宝宝 他发热起来很严重的 有可能会发烧都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应急的方法 效果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赶紧 如果有需求的宝宝 你们不妨去试一下这个效果 绝对没有交错 好吧 然后今天的这个 教你们养生的一个保健的视频 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有用哦